这个生命的延起,你好好地了解一下 那么你了解以后,你开始化验,你来生要到净土去 那么你怎么样去培养一个跟净土相应的思想 我们讲到四处必有因,你要往生净土,也有他的思想 有他的思想 你今天培养一个求生净土的思想 净土就跑不掉 这个到下一讲课我们会说明 当然这个是一个总说,这个是从生命的延起来探讨 生命是怎么出现的 我们到目前都还没有把这套理论用到净土上去 但是这个理论你先了解 你要能够善用其心 未来的生命就在你的掌控当中 是这个意思 那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改变,那就是看你的 你还不想改变 那白生你跟你的你亲生你差不多 就是这样子 所以要先跨越 跨越以后培养一个美好的想法 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就这个意思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好,大家好好体会 下下文长故事再来日 回向 ¡ Mt我响一Мы impacted the problem 我等一下 被志而进途 和上临 食杯 是位法师 是位七世,阿弥陀佛 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 三 月果强弱 我们身为一个友情众生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曾经出现过很多痛苦的果报 当然也出现过很多安乐的果报 那么这些痛苦的果报跟安乐的果报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个不是上帝创造的 完全是由我们内心所变现出来 那么这句话意思如果严格来说呢 其实这个心不是诸位现代的心 是你过去的心所变现到今生的果报 所以我们讲一切为心造 那么当我们对于现在的果报不满意的时候 你说我对现在的果报不是满意 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应该善用你心灵的力量 只有你的内心能够改造你现在的环境 你不必向外追求 那么我们怎么利用心灵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生命呢 第一个你要花园 你希望你未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先有一个目标 我希望我以后变成一个有福德之良的福长 一个人没有福报啊 障碍很多的 第二个我希望我以后要有个智慧 一个人没有智慧 你看修行在怎么修 心有千千解 打不开 没办法化解你内心的障碍 那么你射进目标以后 你开始要去培养一个 随随于你目标的思想 你要培养福报 你要有福斯的思想 你有随时站上别人的思想 别人有好处 你要勉强自己去赞叹他 因为你要得到福报 你必须培养一种随随你目标的思想 你要有智慧 你要培养你经常如今思维法义的一个思想 总而言之 你未来的生命是可以创造的 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你要先做好你心理的准备 所有佛教的修学 都是从内而外的 先做好心理建设 然后再付出行动 你心理建设没有做好 你外在的修学 根本就是当不上边的 这个叫做心外求法 所以我们讲 你未来的生命 其实用你现在的心来决定 你可以设定目标 可以培养你一个美好的思想 来创造美好的未来 这个是我们前面说的 你要修心人 你要善用你心灵的力量 这个力量是非常广大 非常广大 那么当然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力量 心灵有很多的力量 那么我们现在来探讨 那么我内心有很多的思想 有很多的愿望 那么到底哪一个力量最强 怎么判断呢 我们来判定这个业力的强弱 在文字学上说 我们今天未来的果报 是由业力决定的 而业力呢 受了三种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你的心理 第二个定言 第三个相信 我们先讲心理 就是你内心当中 产生一种坚定的愿望 你今天做这件事情 是充满了欲乐 坚定 你看有些人做这件事情 是犹豫不决的 那么这样子的也是很薄弱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去拜一部八十八佛 刚刚拜了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在一起做一堂功课 其实虽然大家在一起做功课 下了殿以后 每一个人的功德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是主动的去拜佛 有些人是没办法 尝出牌的功课 我不去还不行 勉强寻知 这样子的心就犹豫不决 你这堂功课做下来功德很有限的 花同样的时间 我们所言尽都是同样一个所言尽 但是你心力薄弱 所以你第一个 你的心是不是很坚定 你说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我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跟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这两个人未来的结果不一样 你想要往生 那么你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 那么你一定要往生 你是完全没有退路的 这两个人的往生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第一个 你的心力决定了你业力的强弱 第二个信言 你所言尽 一般来说我们的所言尽有三种 三品 第一个 上品的所言尽 父母师长三宝 自从所言尽你在那个地方造业 这个力量是很强的 上品尽 父母师长三宝 中品的是人造的众生 所有是人造的众生 所造的业 不管上业二业都是第二强的 是中品的 第三个是诸天鬼神俗神 这个叫下品尽 所以你在造业的时候 你心中所想的东西 你所想的这个禁言 也会影响到你这个业力的侵入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相需 我们 其实你来生会去哪里 你不用问别人 你一天当中起的恋头 哪一个恋头是特别坚固的 而且这个恋头是经常出现的 它出现的时间非常的多 那这个恋头不管是好 不管是坏 它对你的来生有很大的牵引力量 因为它是你的佛境界 它对你是特别熟悉的 除非你现在开始用指观把它扭转 否则你的生命已经受了某一种力量在牵引 因为它次数很多 这个就是一种征兆出现 我们讲次出必有因 每一个结果要出现之前 其实有很多征兆的 那么最容易的征兆就是观察你的恋头 这是最好的征兆 我们在建议里面讲到这个 忏悔 这个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法门 叫哲心态 哲心态就是说 当你起了一个恶恋的时候 主位你生起恶恋的时候 你不要放过它 你一定要呵折它 因为你奉证它 它以后一定会再出现 而且势力越来越大 所以你应该呵折它 这个恋头是不对的 这个恋头会再因我承受痛苦的果报 你用过失来呵折它 那么它的势力就剥落 我们生起一个好恋头 我要为常驻做事 我要多拜佛 这个恋头你应该赞叹它 这个时候它的势力就强 所以你想要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你要注意你现在的恋头 它的坚定以佛 它的所言尽是什么 第三个它的升起的次数 即使你能够好好的调整你的心态 你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佛法讲生命是可以创造的 所以一点不假 但是你要善用其心 你要善用其心 好我们做一个总结 那么我们基本上呢 佛教把众生分两个 一个叫觉悟的众生 一个叫颠倒的众生 觉悟的众生我们叫做菩萨 颠倒的众生我们叫众生 那么一个人 一个菩萨跟众生 来面对生命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的看法不一样 为了菩萨为孕 众生为果 菩萨 他是活在未来 他是着眼在未来 所以他要的是他的那种心地法门 他每一个事情 重视他心中所造的业力 他重视他的资粮 那么众生是活在现在 所以他把果报看得很重要 他为了追求现在的果报 可以牺牲未来去造恶业 你看这种人是这样 他可以不管未来 他要的是现在快乐 所以菩萨跟众生这两个心态不同 当然我们从心态也看得出来 未来的结果不同 所以我们讲 你生命的相貌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你心垂静传 做一个生死发肤 那么有反 第二个你是 静垂心传 做一个菩萨 而产生一个狂灭 我们的生命 受了两种力量的影响 第一个外境的影响 第二个心灵的影响 第二个心灵的影响 我们讲过佛教是重视心灵力量的 所有的界定会都是从内心发出来 如果你放弃了心灵的力量 那你一生当中完全由外境来主导 你活在业力当中 所以你这个人一出生你的业 就变得准准了 你什么时候怎么样 什么时候怎么样 什么时候死掉 清清楚楚的 标准的生死凡夫 心垂静转 因为你完全没有培养一种心灵的力量 你对未来没有一个愿望 没有培养一个好的知想来对视自己 这种人叫做活在过去 尽多活在未来 身为一个菩萨 他心灵培养一种美好的力量 那么去创造未来 我们一般人 我们讲过 我们今生是有很多的过去 所累积成今生的 所以其实我们一个人很难摆脱过去的 真的是如此 我们内心当中很多是过去的整游习性 直到有一天 都会知道你们生命真正变化是什么时候 对了 受戒的时候 一个人最大的 产生一个大方向改变的时候是受戒 你看你受戒的时候 你面对丧保的病界 发自内心的 洗下你心中的试验 我从今以后 释断一切恶 释修一切善 释助一切忠诚 而这个愿望的可贵 它是 面对死法界的有情无情 也就是说 不管什么境界出现 不影响我断恶 不影响我修善 你说一般人他也可以断恶 也可以修善 但是一般人断恶修善 那是靠外在的环境 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你伤害我又伤害你 一般人断恶修善是心谁进转 受戒人不是这样 我不管外境怎么样的变化 别人怎么样的刺激我 我心都是断恶修善修善 一点没有改变 有心灵的力量来引导你的生命 它不是用外境来引导 这个人生命开始变化 我们讲过我们生命有两种力量 一个是外境的力量 一个是心灵的力量 如果你经常是由外境来牵引你的 你可能没有未来 没有好的未来 如果你日常生活完全是由心灵来引导外境的 你现在可能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保证你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因为你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在进步 不断地在效益上 所以你一定要用心灵的力量来引导你 不能用外境的力量来引导你 这个很重要 你怎么知道是外境来引导你 或者是心灵来引导你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 你一个人经常一天当中 你做你喜欢做的事 跟着感觉走 你的外境给你刺激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经常做你喜欢做的事 但是你就很难有美好的未来 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这就对了 心灵的力量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讲一个佛战士的小公案 给大家体会一下 苏卫知道佛战士的时候有一个弟子叫秧杰罗罗 这个人以前在家是杀人魔王 那么他为什么杀人呢 因为他受了他的师父的误导 他带一个佛罗门外照做实施 他在《佛战士》上说 你要升天很简单 你先去杀一千个人 然后杀死以后 把他的手指都剁下来 串成一个像花棒一样的项链 挂在身上 然后我再告诉你种种的修学法门 怎么样执奏怎么观想 你很快就升天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央天摩罗产生一个学物的思想 以杀人为功德 这个拿着刀子就去杀人 杀了999个人 把一个城里面的人几乎杀光了 不是被杀死就是逃走了 几乎是没有人住了 那么这个时候央天摩罗说 我的功德没有圆满 才差一个 这个时候他想到他家里面 还有一个母亲在等着他 那个人去监导的时候 什么都敢做 要杀他母亲 这个时候大慈悲的佛陀宣选 那么这个时候央天摩罗看到佛陀 就要杀佛陀了 但是他不管怎么追佛陀 佛陀都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央天摩罗追的累了以后说 撒门啊 你停下来 不要跑那么快 佛陀说我早就停下来了 你的心没有停下来 我早就停下来了 那么央天摩罗这个人上天很深厚 他知道 一观想 心停下来 把心带回家 他的心马上激进下来 他称心协见 就消灭了 后来就觉得自己不对啊 向佛陀懺悔 或者跟佛陀出家 后来证了阿罗陀佛 后来证了阿罗陀佛 得阿罗陀佛以后 他还说死心丧命 来判为他过去杀人的罪业 有一天他去脱坡的时候 看到一个妇人 生小孩 四方是那种很痛苦的叫声 那个时候 央天摩罗陀佛觉得很感动 就问佛陀说 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帮助这个妇人 障害自信 你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 不容易啊 完全对众生没有障害的心 所以蚊子怎么叮我 怎么咬我 我完全没有想要障害他 不容易 他把那种完全无称的念头 回向给他 那么对这个离众 产生很大的加势力 当然我们今天讲央结磨罗 我们讲书法无自信 一切从原始 央结磨罗这个生命体是没有自信的 他以前 你看他以前是称心 看到人就杀 那么经过佛法思想的栽培以后 他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称心 没有伤害心的一个念头 所以我们讲说 最终心己将心灿 心若灭死最欲网 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变过来 一个生命的改变的演点 一定是从心灵发动之外 从心灵的改变 才有你行为的改变 最后才有结果的改变 所以整个修行 是从内向外发展的 所有的修行都必须先做好心灵建设 才有资格修学 那么这个是整个文字的思考 文字学认为说 你心灵建设没有做好 你整个修学 不能产生太大变化 这叫积极善业 积极善业 积极善业 你的心还是随进转 你要成就卸托 你一定要先培养你心灵的力量 包括你心中的试验 愿望 跟你一个美好的思想 那么我们到这个地方 讲到生命的两种力量 第一个试验力 第二个观照力 你要创造美好的未来 一定要培养一个美好的思想 好,我们看第三段 修极大乘子观 前面是讲到 我们一个个体生命的生命改变 从内心发挥它的力量 我们有试验力、观照力 这个观照当然是很重要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观照的思考模式 把它应用在净土上 前面是个体生命的成长 那么我们怎么利用心灵的观照 来培养对阿弥陀佛的感应道教 就是两个众生的互动 前面是个体众生的 单独的成长 这个地方讲 我们跟佛一世间 怎么透过我们心中的应验、观照 来触动佛土的加持力 大乘子观当中的净土中的 第一个根本思想 感应道教的观念 什么叫感应道教呢 这个内涵是什么 我们看经文 请核杂 我们看 词如 有违言 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分两段 第一段先讲一个批育 第二段在何华 我们先讲批育 那么佛陀对于感应道教的观念 先讲一个世俗容易了解的一个批育 说在世间上有两个人 魔甲跟魔语 魔甲跟魔语之间 他们之间未来的生命 相互关系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 说是欲专为欲一人专旺 魔甲他经常去意念魔语的好处 这个人不错 很勤劳 很有直辈心 你经常意念他的好处 他的功德 把这个人的好处 经常放在心中 铭记不忘 就叫魔甲去意念魔语 但是欲人专旺 但是魔语早就把魔甲忘掉了 他心中已经没有魔甲的存在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个魔甲跟魔语在未来的生命当中阴言会怎么样呢 如是恶人 若逢不逢 获见 飞见 那么这两个人 那么纵然相逢 你也生长在家狱 他也生长在家狱 但是有逢就像没有逢一样 你起脚道是过去 他起求谋生过去 两个见一个面 但是完全不产生作用 或者说 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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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有见面 你说两个人都在意的事主 但是看到以后也没什么感觉 彼此间也没什么互动力量 为什么 因为单方面的意念不能构成感应道教 两个生命体的互动 来自于你心灵的相互的意念 所以我们知道心灵的力量很大 它不但影响你个人未来的前途 还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你意念他 他不把你当一回事 你们两个以后还是取不了作用 那么这个是这样 三方面的意念是不能构成感应的 那么广过来说 我们看另外一种情况 恶人相遇恶意念生 如是乃至重生自生 同意集敏 互相关于 那么 假设这两个人是互相意念的 磨甲意念磨乙的好处 磨乙偶尔也意念磨甲的好处 这两个之间意念就比较深了 乃至于恶意念生 不但是偶尔的意念 只经常的意念 闪转生生 那么这样子两个人在未来生命当中 可能会有一生 乃至于多生 如果你因缘前的话一生 因缘生的话会多生 就像生情跟影子一样 就再也分不开了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逢 跟你心灵有关系的 就是你是不是彼此的互相意念 那么佛陀讲出这样应念的观念 就把这个观念 就讲到佛陀跟众生的相互关系 就是十方如来以敏念众生如母义 身为一个佛陀 在那种清净的大波涅反的心中 他的心中因为他过去花那个大悲焉欲 所以他会虽然正在我空法空 但是那个大悲心是不空的 他那个大悲心释放出那个悲悯众生的心情 就像是母亲来意念他的独生儿子一样 经常希望跟儿子见一面都好 但是身为儿子的 假设一心意欲 只想要离家出走 只想要攀岩三界的果报 不保阿弥陀佛的净土当一回事 虽意何为 我们知道一个观念 我们修圣徒都知道 我们有心力跟佛力 人念的心跟所念的佛 两种欲量都不可失忆 但是这个佛力 你要把它启动 你要有你的心力 你要心中去应验它 它才能够启动 你不应验它佛陀的力量 有四十八种力量 有等于没有 很多人都问一个问题 这个念佛真正能够消灭战吗 拜佛一句能够罪灭何杀 拜佛有这么大力量啊 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 你说呢 对啊 你说啊 你说有它就有 你说它没有它就没有很奇怪 我觉得佛陀佛的加持力啊 就是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认为它没有它果然是没有 纵然有跟你也没关系吗 你说啊 你说我画了四十八种愿望 有四十八种加持力散发在法界当中 随时跟你感应道交 你说 我说没有 那真的没有 那就真的没有 你说它有 它真的就有 这个佛陀佛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把四十八研究特论 交交不是单方面的力量 佛陀释放四十八种力量 但是你要把这个力量 转成你的力量 你必须要做一个工作 你要应验它 这位有些人说过人家的师长 你知道做师父的最在乎徒弟什么是吗 其实徒弟有没有出息啊 这是其次啊 做师父的最在乎徒弟啊 心中有没有我的存在 这个很现实 因为你徒弟不再应验师父两个人 研究越来越厌延了 真的是这样 你以后做师父你就知道 做父母亲也是这种观念 这个儿子心中有没有我的存在 因为你这样子才能够保持阴延 母子的阴延 师徒的阴延 彼此互相应验嘛 所以说呢 佛陀的力量再大 佛陀的力量再大 他不能主动的帮助你 你要知道这个观念 他只能够被动 你要先释放一种力量 他才能够产生回应 这个是你要知道的一个修净土法门 这个回应的力量有多大 是你释放力量有多大 他回应就有多大 佛陀的力量是很大 但是他永远是被动的 你心里的力量是主动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讲 就讲到三立不可之一了 其实感应道教有三种力量 第一个佛陀不可之一 佛陀的本宴功德力 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详细说明 我们从下一次以后 会详细的说明 什么是佛陀不可之一 有48种力量存在法界当中 等待你去企划它 那么总的言之 这是已经成就的功德 第二个法律 那么这个48种力量 你要能有一个代表 这是阿弥陀佛的圣号 明以招等 这48种力量有一个共通的门 你只要找到这个门 你就能够通入到48种力量 这个门就是这个法律 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把这个门打开 你要有心中的意念 就是你的心力不可之 你内心的力量 内心的力量 你看诸位很多人身上 要挂很多的观世音菩萨 奥曼尼弗尼弗的座牌 要挂一个南无阿弥陀佛的座牌 诸位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加持力 答案只有一个 你说呢 对啊 你不相信它的力量 它就没有力量 你说这个是什么法房加持的 我跟你讲 这个法房加持的 你不意念它的存在 你每天做功课的时候 不拿来加持一下 久了它就没有力量 你不意念它 我们讲一句话 所有外在的力量的加持 都是存在的 但是它永远是被动的 它不会主动的就拔你 你要知道一个观点 你不释放一种力量 它不会产生回应的 所有的外力 连佛所也不例外 它力量在怎么上 它不可能主动就拔你 不可能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六国的人就知道 你一定要释放一定的心力 你才能够得到一定的回应 好 我们讲一个公案 来加以证明这个事情 在进主圣前路的 讲到一个清朝有一个老妇人 这个老妇人是做南北生意的 那么她生意做得很大 南北后的生意 后来她先生往生了 这个妇人就独自撑起整个广大的家业 这个老妇人 她学了佛以后 知道进主法门 就专心念阿弥陀佛 就把这个事业交给她的子孙来经营了 但这个老妇人 这样子在家里面练佛练了三年 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身上 宴上也没有消毒 烦恼也没有突破 对往生也没有把握 觉得功夫不上路 那么她就去请教一个老和尚 一个叫道元老和尚 道元老和尚 道元老和尚说你怎么练的 我就是怎么怎么练的 道元老和尚说你这样练 没办法改变道教了 你嘴巴念佛你心里面还是攀岩这些世俗的事情 你没有真实的去意念佛徒的功德 真实的意念进土的功德 这个老妇人上天很深厚 她知道佛力不可思议 但是你要把心力放进去吗 她之前念佛没有把心力放进去 没有善用心灵的力量 所以佛力表现不出来 后来她就 道上说你从今以后修一个法门 就修 随她去 什么事情 随她去 后来她自封为百父管 百父管妇人 这个时候真正把心 从佛国之间的攀岩 真实全部收回来 一心闺蜜集的世界阿弥陀 后来念了没多久就真实往生 这个内心跟佛有 那个阿弥陀真实的相应 同样一句佛号 为什么她之前的时候没有相应 她后来相应呢 因为她前面缺乏一个心力的力量 缺乏心灵的力量放在里面去 我们真实相信有佛头的力量存在 我们真实相信 但是你要把心力放进去 所有佛的力量都要透过你心中的应验 才能够把它启动起来 这个是你修净祖宗的必要知道的 她没办法主动就罢你的 不可以 这个地方 你懂了这个信徒法门 你就有资格修学 那么当我们知道感应到家以后 那我们再探讨它的功德 当我们心灵不断地应验阿弥陀佛的功德 应验我们未来净土的功德 会有什么好处呢 这讲中有两个 第一个讲到现世的安乐 第二个讲到究竟的解脱 我们先看现世的安乐 我们看经文 若众生心 欲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平见佛 弃佛不言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如染香仁 生有香气 实者明业相光庄严 这段经文我们分两段 第一个人先做一个法说 第二段再讲出一个批语 先做法说 她说我们一个人的心力 我们要把心灵的力量 力量放进去 那么放什么力量呢 这个地方讲两种力量 第一个欲佛 第二个念佛 这个欲指的是一种观想 你经常要去想象 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你经常要把心中的极进土想出来 然后不断地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我以后要去的 我一定要往生 我一定可以往生 其实一个人要把净土 经常放在心中 这一点我们显教做得太差 你看密宗他们对自己的本尊的功德 法身的功德跟净土的功德 他画一个堂卡 他不断地修本尊相应 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 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 你要把你未来的愿景在心中画出来 意念佛陀的功德 意念净土的功德 这个地方的意志的是观想 那么这个念 这个念子的是明记不忘 就持持名号 那是完全羞耻的 专注在佛号上 所以我们对阿弥陀佛功德的企画 有包括了愿佛 有包括了念佛 两种的方式 我们一般人可能偏重念佛 忽略了愿佛 这是很可惜的 那你不断地愿佛念佛 你现前 指的是你现身的利益 或者当来 这个当来是明明中的时候 现在见佛或者当来见佛 那么必定能以见佛 那么见了佛以后呢 祭佛不远不假方便 指责心开 见佛有什么好处呢 你不必假借其他的什么实受败善的方便 你自然可以成就心开 这个地方的心开指的是业障消除 是业障消除 你看我们这一念心 我们一般人很难打开的 就是离很多业障盖住 所以有些人刚出教的时候 念佛的时候打瞌睡 或早晚可以昏昏沉沉的 暗暗顿顿的 你就是心 那个业障把你包住了 所以心没有看 那么你念佛的人 慢慢慢慢就可以把这个业障打开 那么这种打开的方法 当然不是你的力量 而是透过你意佛 念佛 启动佛力 帮你打开的 这种情况 讲一个例如染香人 生有香气 持者民业相当重要 就好像一个人经常去做香 他身体上没有香气 但是 他可以把别人的香气 你把外在的香味引到你自己的身体 变成你身体的香气 就讲让他力 让自己有香气 这个叫做香光丧严 有香气光明 这个地方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的成活之道 要灭足很多很多的障碍 返老障业障包障 你有两种选择 来完成你的使命 第一个 你完全用你心灵的力量 我们前面讲到 你心中发愿 培养一个美好的思想 单独的面对你的返老障业障 这是一个选择 第二个 你想说 手臂这样子 阿弥陀佛存在这么多力量 我可以拿来善巧应用 我可以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转成自己的功德 可以把他力引导进来 我自己打佛区的经验 我觉得 我现在一年打三四佛区 一个佛战 平均 我觉得 念佛法门跟其他的持住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你念佛人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 你马上感到内心一种 激进的力量产生 法徐激进 而且身心非常的调和舒畅 你一般持住很难做到这一点 我刚开始不觉得为什么 后来我最近在编那个事发言的讲义 编到第四十五节的时候 我找到答案 第四十五节的时候 摄我得佛十方菩萨闻我名号 皆细载得清净谢托 普等三昧 他说你一个人 这个菩萨修菩萨道的时候 能够闻我名号 能够不断地用欢喜心 专注的心来 意念我的名号 你就能够成就 清净谢托 普等三昧 这个三昧的力量就是一种 调柔极境的力量 所以因为你打佛七的时候 你感到调柔极境 这不是你自己心里创造出来的 那是你心中那个魔力宝珠 你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这个魔力宝珠有四十八种力量 其中一种力量就是 清净谢托 普等三昧 释放给你的 他力的加倍 当然也是要你心里的力量释放出来 对 你要应验他 他才能够产生反力 所以 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善用火力 其实你生命当中 你可以 达到更好的效果 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我们不一定要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业算 不必这样是辛苦的 我讲一个 禁主圣贤录的公案 在那个禁主宗贤的中策 他讲到明朝有一个军事叫 杨一贤金士 木亿杨 一二三四的一 贤是选己的权 杨一贤金士 他这个 这个地方上做一个小官 娶一个太太以后 两个人都学活 他太太比他还学得认证 他的夫人 杨夫人 平常把家事忙完以后 就专心的练活 后来这个夫人到了三十一岁的时候 生下一个男孩子 之前是生几个女孩子 生下男孩子以后 他就跟杨先生说 我的责任已经了 我已经给你们一个后代 从今以后 我要专心的练活 希望你能够成全我 这个杨先生也不错 好吧 我们家那么大三十岩 你找一间空房子住吧 好好的练活 杨夫人就找一个空房子 就开始很专心的练活 可以说是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 心不离佛 佛不离心 裂得非常的发誓 但是念没有多久 他的背上 长了一个龙苍 像鸡蛋一样的龙苍 流龙流血出来 早一生看都没有用 但是杨夫人 他知道早一生没有用 他就是很虔诚 求活力加倍 阿密都有四十八种力量 我一定要把这四十八种力量 引导到我的生命里面来 后来有一天晚上